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作者 谭剑听缠 演播 西瓜的园 小盐 后期 胆小鬼 第132集 睁开双眼 两人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 才找回穿越之前的所有记忆 毕竟穿越了一千多年 即使仙人的记忆再好 也不可能立刻就恢复千年的记忆 李家大哥摊开手掌 上面摊放着三颗金色的宝石 宋渊明的世界 地仙界的凡人界 天界 我们相当于穿越了三个世界 所以就有三颗宝石了 韩诺捏起一颗宝石说道 李家大哥握紧手中另外两块石头 道 应该是吧 走 我们去给东黄中升级 韩诺拉着李家大哥走到方尊的旁边 将三个宝石放进方尊里 同上一次升级的情况类似 没有其他异常 唯有方尊底部的小铜钟 越来越凝实了 几乎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实体 哎 差点忘了还有一样 韩诺从空间中掏出聚宝盆 煞时 聚宝盆和方尊都放出刺眼的光芒 韩诺闭上双眼 只觉得聚宝盆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 他急忙放手 聚宝盆从他手中飞了出去 落到了方尊的上方 等到刺眼的光芒消失 韩诺和李家大哥睁开双眼 只见方尊和聚宝盆都消失了 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尊一尺来高的金黄色的铜钟 东黄中 韩诺和李家大哥双眼闪闪放光地盯着铜钟 李家大哥激动地道 既然有一天能够亲眼见到神奇之手的东黄中 这个造型比起轩辕剑的造型好看多了 可不是呢 韩诺伸手去够东黄中 但手还没有摸到钟上 东黄中又冒出一道光芒 九彩而不刺眼 但随着光芒 钟身上飞出另一个巴掌大小的小钟 在半空停顿两秒后 忽然电掣一般地从窗户中飞了出去 射向远方 韩诺和李家大哥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 立刻双双飞出窗外 跟着小钟而去 小钟飞得并不远 也就地势到省城的距离 韩诺和李家大哥不到十分钟就赶上了 但小钟生面浮出一层光芒 拒绝韩诺和李家大哥抓住他 韩诺和李家大哥没有办法 只能跟在小钟后面 看他到底要做什么 小钟飞进一个高档小区中 朝着一栋公寓的窗口砸了过去 哎 韩诺轻轻惊呼了一声 怎么了 李家大哥赶紧问道 韩诺回答 这个小区 我感觉有些熟悉啊 是了 韩诺恍然道 贾快君就住在这个小区里啊 他在这里买了房子 房间是 韩诺指着小钟砸过去的窗户 就是那里 东黄中飞出来要找的人是贾快君 韩诺和李家大哥迅速飞往贾快君的窗子 从打开窗子钻进其卧室 卧室中贾快君正在酣睡 小钟停在其脑袋上方 似乎正在确认他的身份 也许是确认了 小钟忽然化作一道流光冲入了贾快君的脑门中 睡梦中的贾快君全身放出火红色的火焰 一下子烧毁了他身体下面的大床 眼看着还要烧毁卧室的其他家具和地板 李家大哥立刻打了一道法术过去 将贾快君隔绝在结界之中 火焰的温度好高啊 韩诺道 若不是你反应及时 只怕整个小区都会被烧光了 李家大哥道 我有个猜想 关于贾快君的身份 韩诺道 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这个脑洞我打九分 扣下一分等肇事以后还给你啊 两个人走出贾快君的卧室 李家大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打开电视看了起来 韩诺则走进贾快君的厨房 打开冰箱 找出两瓶饮料和真空包装的北京烤鸭 用微波炉打了一下 端出来跟李家大哥分享 嗯 贾快君买的这房子挺不错的 而且占老大便宜了 韩诺边啃烤鸭 边给李家大哥八卦 贾快君因为大部分来内地工作的原因 为了方便在省城买了房子 他可算是运气好了 这边高档小区的房价 每平米不低于八千元 但贾快君是从上一个房主手中买的 价格竟然低至每平米六千元 没有阴谋 也不是房主认出了他是名人巴结他 而是房主是个炒房客 交了几十套房子的首付炒房 结果到了后面 没有后续资金付房费了 于是将其中一套卖掉凑钱 贾快君的运气好 正好碰上房主去发展商那里退房 便大手一挥全款买下了 他这个运气应该去买彩片 韩诺笑道 李家大哥听着韩诺的八卦 没有发表意见 不过在韩诺打开冰冻雪碧要喝时 李家大哥拦下来了 将自己这瓶豆奶稍微加热后递给韩诺 你怀着孩子不能喝冷的 韩诺吐司机眼 我现在可是仙人啊 身体强着呢 怎么可能喝一点冷的就伤到肚子啊 李家大哥坚持 韩诺拗不过他 结果豆奶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 电视里面放着的 是某个娱乐大台资质的综艺节目 真正男子汉 挺好看的 不但韩诺 李家大哥也喜欢看 虽然那些明星们的表现 让李家大哥这个曾经的特种兵吐槽无比 综艺节目看完了 两个人看了看卧室里面 发现贾快军还没有清醒 身上的火焰还在不依不饶地断烧着 但贾快军没有丝毫的痛苦 神情平静无比 两个人收回神时继续看电视 韩诺干脆进入电信的剧库 选了一部电视剧来看 一部很老很老的片子 叫做《午夜太阳》 是年轻时候的黄影帝和吴影帝主演的 两位影帝都好年轻啊 不演坏人演的是正义无比的警察 不过这部剧中最出彩的 不是两位影帝 而是两个女主角 不管是黄影帝的女朋友 还是吴影帝的女朋友 两个女孩子都好优秀 好聪明 而且好有决断 其中黄影帝的女朋友 心理学家就不用说了 若是不聪明 不会发现杀死无影帝的幕后Boss 是黄影帝最敬重的叔叔 最让韩诺欣赏的是 无影帝的未婚妻林静 她的聪明一心理专家 在伯仲之间 她是Boss的女儿 Boss杀了她最爱的未婚夫 两难之下 她选择了失忆 但逃避只是一时的 最终她选择了面对 亲自开枪打伤自己的父亲 救下黄影帝和心理学家 将自己的亲生父亲送进监狱 这样一个果敢的女孩子 韩诺如何不欣赏呢 一连看了十集电视剧 房间里面终于有了动静 韩诺和李家大哥 有幸亲眼看到 人类转变为其他物种的过程 金色的乌鸦 长着三只脚 身上环绕着火焰 韩诺对李家大哥的 恭喜你啊 剩下的一份归你了 李家大哥的 想不到贾快君是上古大神转世 难道网络小说中的洪荒故事是真实的 东皇太医真的是妖皇帝俊的兄弟 可九哥里面写的东皇太医是天帝 是最高的神了 展昭都是杨简的儿子了 东皇太医跟妖皇帝俊是兄弟 不是更容易让人接受吗 说得对 三只金屋没有苏醒的迹象 火焰继续在燃烧 韩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李家大哥把窗户全部关上 拉上窗帘出去买早餐了 虽然韩诺肚子不饿 但李家大哥还是坚持 不准韩诺饿坏了肚子里的宝宝 顽固地按照准爸爸手册中的 条条款款执行 一天过去了 夜幕降临的时候 贾快君终于清醒了 从卧室里面走了出来 外表还是以前的样子 但气质却提升了十万八千里的高度 尊贵优雅 身上穿着金色的长袍 正如消失在传说中的神中王者 韩诺和李家大哥都不由自主地站起身 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韩诺问道 贾快君收敛了身上的气势 就教贾快君吧 我要多谢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一直帮东皇中升级 我也不会回复记忆和神力 贾快君的态度 让韩诺和李家大哥都放松下来 三个人在沙发上坐下 依然是朋友间的态度 你真的是东皇太医吗 韩诺问道 我是东皇太医 东皇太医却不是我 韩诺不明白了 什么意思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贾快君的 我不过是东皇太医的一道残魂转世 真正的东皇太医已经消失了 在巫族和妖族最后一站 东皇太医与十二祖巫同归于尽 其大部分魂魄消亡 唯有残魂陆入轮回中 他的力量 就被封印在东皇中中 不过东皇中 也在大战时 也碎成了几部分 流落到各个空间去 幸好有你们 将东皇中辗转各个世界 将其收集完成 那个小钟是 哈诺问 贾快君的 那是东皇中的麒麟 那里面封印着 东皇太医的记忆和力量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吸收了里面 十分之三左右的力量了 现在的实力还不如你们 哈诺呵呵笑 十分之三的力量 都已经将凡人的你 推遞成仙了 如果十成十的话 我们就要仰望你了 李家大哥担心地问道 东皇中的麒麟 已经回到了你的身边 那我们手上的东皇中 是不是废了 我还能回大中那边吗 他担心自己回不去 周乐和易叔 他们几个小的 怎么办呢 贾快君连忙安慰道 放心 虽然麒麟回到了我的身边 但没有带走 东皇中的全部能力 你们手中的东皇中 保留了穿越空间的能力 不过不能像以前一样 可以到许多世界 只能在现代世界 和未封你生长的大洲世界 来回穿越 李家大哥送了口气 啊 这样已经很好了 那个东皇中能不能借给我们使用一段时间 不长 最多百年 百年时间还不长 当然 对在座的三个人来说 百年时间真的不长 他们都是几乎与天地同寿的存在 时间对于他们已经没有意义了 甲快君道 东皇中送给你们了 五有七零就够了 李家大哥和韩诺文言又高兴又感激 李家大哥想了想 觉得自己和韩诺便宜占大了 虽然东皇中是由他和韩诺捡到的 也是由他们两个将东皇中修复完整的 但他们从东皇中那里得到的好处更不少 不但他们通过东皇中重新相会在一起 而且还有两个普通的凡人 成为了拥有强大实力和无尽寿命的神仙 不用说 他们两家的亲人也因此而受益 现在甲快君还将东皇中送给了他们 李家大哥从空间里面拿出三颗盘桃 推给甲快君 这是三千年一书的盘桃 远远集不上东皇中的价值 只能了表谢意 甲快君眼睛一亮 笑呵呵地拿起一颗桃子 盘桃 真的是西王母盘桃源的桃子 李家大哥点头 够可以的 你们连天庭都去过了吗 甲快君说着咬了一口盘桃 嗯味道不错啊 李家大哥的 恰逢其会 你现在拥有东皇中的钟林 应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吧 甲快君含糊地硬道 不错 等这三颗盘桃吃完 我再去游天庭盘桃源的世界 弄几颗九千年和六千年数的盘桃尺吃 韩诺笑道 就去我们刚刚离开的世界吧 那里的孙悟空常常跑到盘桃源偷桃子吃 正好帮忙背锅 甲快君笑了 哪个世界 韩诺道 就是你创造的斩龙脉的世界啊 南风宁他们传送到地仙界后的天界 说着 韩诺拿出摄影仪 将里面的那存卡取出来 丢给甲快君 这是我们在那个世界拍下来的视频 应该对你的新电影有帮助吧 甲快君接入视频 笑道 我算是明白你之前弄的那些古代打仗视频 和丧失工程视频 是从哪里来的 真是方便 又省钱 韩诺笑了 是省钱 不过以后帮忙拍视频的工作 我是做不了了 要靠你自己了 没问题 甲快君呵呵地笑着 一个三千年的盘桃 被他啃了个干净 他如今是地仙修为 消化盘桃需要一段时间 韩诺和李家大哥便不打扰他修炼 提出告辞后 顺移毁断自己家中 看着家里面色彩暗淡许多的东黄中 韩诺和李家大哥感慨万千 没想到 辛辛苦苦地为别人做了假衣裳 不过知足常乐 他们拥有能够亡返两个世界的宝物 应该知足了 李家大哥将手放到钟顶 看到时空之门从钟上升起后 李家大哥彻底松了口气 李家大哥对韩诺道 太好了 诺诺 我们都一天没有回去了 先回那边看看 有什么异常 你去吧 韩诺明白 李家大哥的担心 说真的 他之前也担心无法再联通两个世界 担心在另一个世界的李周乐和李一叔等人 李家大哥回到了大洲 韩诺打开房门走到客厅 韩爸韩妈看到他都松了口气 回来了 以后你和韦风去大洲那边的时候 跟我们说一声 免得我和你爸以为你们出了什么事情 担心你们 韩诺笑着走过去拦住韩妈的肩膀 我们能出什么事啊 你就别为我们担心了 我们两个现在可是神仙呢 韩诺没有说出贾快军的事情 想来贾快军本人也不想自己的身份被曝光吧 不如让韩爸韩妈误会 他们之前是去了大洲那边 神仙不就是修真者吗 还真以为自己是神仙了 韩妈对女儿的话不置可否 韩诺呵呵一笑 你小看你女儿了 我现在可是真资格的神仙 在天庭挂了号的那种啊 韩妈呵呵两声 哼这个世界有天庭的存在吗 韩诺道 这个世界没有啊 其他世界有啊 你说真的啊 韩妈的动作停止了 连韩爸也不看新闻了 转头看望韩诺 韩诺笑着点点头 不错啊 我和卫风之前穿越到了另外一个 可以修炼的世界 在那里度过了千年 已经度过天节飞升成仙了 千年 韩妈大吃一惊 难以为你啊 还记得你自己是谁 记得我和你爸 韩诺摸摸鼻子 我怎么敢忘了母亲大人和父亲大人呢 我可是给你们带了礼物的 说着从空间里面 拿出一个盘桃递给韩妈 韩妈鄙视之 就一个桃子嘛 韩诺道 哎 你可别小看这么一个桃子 这可是王母娘娘 盘桃园中的盘桃 三千年才成熟 人吃了立刻就能成为神仙 韩妈吓了一跳 真的假的 假的 韩诺又掏出一个 刻有阵法能够保鲜的白玉盒子 装好盘桃 这桃子里面富韩的仙气太多了 如果人吃了不会成仙 也是会到地府 去跟盐王爷喝茶的 韩爸道 也就说 只能少少地吃 韩诺点头 直接将盒子和桃子递给韩爸 让韩妈保管 不过 你和妈的实力都太低了 每个月只吃一小牙 足够保证你们修炼的 韩爸接过盒子 小心翼翼地 将其收进橱袋中 橱袋 是韩诺从其他世界得来的 韩爸和韩妈 修出修为后 就给了两人一家一个 空间不大 只有三个立方大小 只能装一些重要的东西 韩妈高兴地舔了舔嘴皮 嗯 潘桃的味道应该很好吧 韩诺点头 啊 很不错啊 否则孙悟空 也不会常常跑到潘桃园 去偷桃子吃了 啥 你刚去的那个世界 是西游记的世界 不是 只不过那个世界里面 确实有天庭 有杨简 有龙桑公主 还有孙悟空和其他神仙 对了 在那个世界里 展昭也成仙了 他还是杨简和龙桑公主的儿子呢 韩妈听得兴趣大起 哎 快给我讲讲 那个世界的事情啊 哦 是这样的 这次我穿越成了 宋朝的王国公主 过了一个多小时 李家大哥就回来了 大周朝那边一点事情都没有 时空之门也正常稳定 李家大哥和韩诺都放心了 贾快军那边 开始新电影的演员招募 变成神仙 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依然兴致勃勃地 从事着自己热爱的电影事业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